那我们接下来我就把这个会出的档案我就关掉了 我们来去继续观看一下 这张报表我们应该要去画出来 画什么图呢 所以我先把它复制 这张报表复制 复制没有问题 然后贴上 贴上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把它把这个地方去画 如果我要画这张图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发生数拿掉 还有居住县市二乡镇人口数拿掉 我重点是不是发生率比较重要 然后去画群组织条图 可是群织织条图画出来 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什么缺点 我们人口数那么多 对不对 人口数这么多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 就是不对 应该是说这个 行政区很多 所以我们是不是很高很高 好 首先第一件事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值 这个值不对 这个值是5.4个千 哦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值是没错的 这个台南市中西区确诈5.4千 没错哦 好 那可是我们通常我们不会去看那个行政区 只有那个行政区 例如说各行政区的健康中心主任 可能会比较关心 可是我们通常会先做出那个县市 对不对 所以请问你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居住县市 居住县市哦 直接搬到这个轴 轴的上面 有看到吗 这个轴 居住县市一搬过来 这个发展率全部都帮我们算出来了 有看到哦 好 因为我们现在是去看高雄市 高雄市有看到这边 二十个千 就是两万 两万 他就是把那个所有所有高雄市的各行政区 全部把它加起来 是不是就变成两万 可以吗 快不快 这是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所以你要不要学会 你还要再用以下来去做的话 你可能先算完各县市 再算各行政区 你可以保证你算的是对的吗 可是你看我现在 这张图 你从这张图变到这张图会不会化 会吧 对不对 可是你要记住哦 因为 因为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是不是算出来是居住县市二乡镇的每十万人口发生率 是不是可以再把居住县市搬过来 那它产生什么 阶层 阶层 日期阶层你们应该很熟悉 可是文字阶层就这样子就建立起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先把那个居住县市二乡镇搬到居住县市 然后产生阶层 这都没有问题 建立阶层很容易 你随时需要再把它建立起来就好了 可以吗 所以这张图 所以这张图请你画出来 应该应该不是在那么前面了 那边汇出资料 当然可以 它汇出的资料只有两栏 依然是什么 居住县市二乡镇 以及什么 发生率 那我再请问一下 我再请问你们一件事情 请问 我们刚刚是不是宜兰县 其他被我们过滤掉了 对不对 所以请问你 大数据分析这个结果 我们汇出的资料 跟原始资料 是不是会不一致 对吧 这算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会哦 你不要到时候 刻意又到 在刚刚讲说 老师这个大数据分析完毕 那个宜兰县 其他为什么少了一粒 有没有人需要去追那一粒 需要 可是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很少很少 我们不应该是从这边 汇出资料去使用的 因为原始资料 是由谁来保管的 谁 是捷运公司 你在哪里 反正都不会是在我们台北市 是不是在卫福部 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我们能不能把卫福部资料 随便去做修改 还有不可以哦 绝对不可以随便动别人的原始资料 还有如果你今天你分析你最后说 我提供出去 好心的提供出去 你千万别做这种好心人事 到时候有问题 然后他会去怪说会怪提供资料的人导致算错这件事 可以吗 可是刚刚那个宜兰县其他 那个人口数是真的不用算 可是为什么不用算 是因为在我们大数据分析里面 如果你只是扣掉了一粒两粒 你在统计的时候请你要这样说 我总共扣掉多少粒 就是占我所有资料的百分之多少 被我剔除掉去做这个视觉化分析 可以了解吗 不多啦 如果你有七万多笔 你拿掉十粒 多不多 不多 真的不多 我们都已经在看比例了